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异的质量不能只靠无心插流 世界各地的公司组织正在意识到质量文化所带来的优势 Make and Change Work作者Brian Palmer谈质量专业人才 在创建和发展质量文化过程中的作用 我认为我们的质量专业技能 使我们在理解文化和管理文化方面占有优势 而这也是企业的最大优势所在 Palmer称质量文化可以帮助企业实现自己的目标 文化来自人们在无形中建立的行为规范 高级管理层如何形式 事情在过去的处理方式 人们如何得到汇报 它是一系列很复杂的东西 而且通常不是很明显 我打个比喻 这就像你的走廊里摆着个艺术片 你每天从他身边经过 但是对你来说他太常见了 以至于你走过时 压根就没注意到他 文化就是这样 他在那里 你压根没注意到 但他对行为和表现 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关创建质量文化的更多理念 请反问ASQ知识中心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什么是成功的经验 Montro Clinic已做出巨大的改变 以改善患者服务 Montro是一个有着多科诊所和医院的 非营利性的医疗体系 其诊所多分布在 威斯康星州南部和伊利诺伊斯州北部 为提高其质量文化 该组织在2008年开启经益之旅 以提高运营效率和患者满意度 卓越服务副总裁 Cindy Warkeiser表示 以客户为中心的高效流程 增强了打造卓越患者体验的能力 该诊所向项目管理和流程改进专家 Patrick & Mario求助 以帮助他们制定一系列的管理办法 并采用一系列的经益工具 具体包括Root Cause Analysis 根本原因分析 A3报告 以及Kaizen 使用这些工具 能产生一个更强力的计划 行动 验证 执行循环 强调 问责制 任务排序 以及截止日期 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Monzo Clinic的患者满意度得分已有提高 员工们对同事的工作 有着全新的观感 对发掘和提高流程 真正感激兴趣来 Kaizen是质量文化工具箱中 很重要的一种工具 Kaizen通常被翻译为 持续改善或改善 原本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改善 但现在企业通常以阶段的方式来安排Kaizen活动 但是Kaizen活动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以便在短期内实现快速改善 作者Jean Harvey表示 Kaizen活动是一个改变流程的社交手段 但质量专业人士需要事先准备才能是研讨会获得成功 首先选择要修复改善或设计的一个跨智能流程的项目 然后要确保有执行层参与并获得支持 接着是选定流程负责人 在执行委员会撤离后 接手管理与股东进行磋商 确保获得适当的团队授权 此架构可适用于持续数小时到持续数天的活动 有五个不同的目标需要实现 新流程能够为组织的成功做出贡献 由于持续改善经历而能力提升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拥有共同愿景和主人翁意识的团队遵循新的行为方式 识别并规划改善机会 由团队发现可供用于未来的Kaizen研讨会 未来的领导者已在Kaizen研讨会中展露头角 要了解Kaizen活动的更多信息 请通过下面的链接阅读Jean Harvey的文章 与Kaizen一样 许多质量术语 工具及方法已在日本兴起并获得推广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质量管理思想领导者们 包括Joseph Duran博士和W Edwards Deming博士 纷纷前往日本 与热切渴望的执行高管们探讨他们的经营理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丰田汽车等日本企业已在整个企业范围内实施了质量方针 这些日语术语时至今日仍在使用中 它们极大的促进了质量文化的发展 谢谢你们观看ASQTV第二集 请点击本页上的订阅字样 即可收到ASQTV的电子邮件通知 方便您及时了解 每月播出时间 我们下集再见